- 下的時間是2019年11月10號的晚上9點20分 禮拜天 歡迎收聽這一期的台北羅漢角 第四流電台 我是阿秋 冬天到啦各位 媽這個天氣也是涼著我心裡發寒啊 那 我剛才去吃了薑母鴨剛回來你知道嗎 冬天就是要吃他媽的薑母鴨 跟幾個 三五好友 三四個人啊 坐在那個爛爛的 塑膠的那個椅子上 然後吃了一鍋不知道哪來的那個鴨肉 加了一堆老薑 熬煮成的薑母鴨 這是什麼 台北老男人的最愛你知道嗎 老男人最愛吃這種重鹹的你知道 配一點那種米酒香味再配一個台皮 叫一個那個麵線或一些醬油辣椒 叫一碗湯上去你知道 或者吃了配著那個鴨肉 啃著那個豆皮 吃兩個快煮到爛掉的高麗菜 再搭配那個金針菇你知道 哎呦喂呀 這就是冬天啊各位 我喝一下我這個 牛奶套美露 這就是小朋友的最愛 牛奶你知道 吃完油膩的薑母鴨回家 已經9點多了再配一杯 脂肪飽滿的 美露配牛奶 美露套牛奶 罵讚 這個 這個音樂我們先把它mew掉好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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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哇這個禮拜是我他媽的 上班的第1周你知道回歸上班的第1周回來兩個月你知道嗎 不得不跟各位講我他媽上班真的是回到這種早 早幾呀 早10晚6 晚7晚六的生活你知道 不得不講的媽這個是有點爸媽不習慣 你知道嗎 看了那個日光燈 就那個 一堆 小隻男女們 坐在那種開放式的辦公桌 那邊工作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做的事情好像都不太一樣 看了就覺得讓我真的心頭發癢 覺得他媽的真的是有點不爽你知道 回來上班那種感覺 結果這個人本來就不是很喜歡坐在地方不動 你知道嗎 看了那個日光燈真的是 寫的那個腳本真的是覺得 媽的幹 像我這麼自由不羈的靈魂 竟然被困在一個小小的辦公室裡面 真的讓人感到不爽 唉幹 我想下禮拜要跟那個 我老闆說我也去什麼咖啡廳之類的地方上班 你知道嗎 真的覺得媽的一直坐在辦公室裡面 其實你知道其實講實在話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樣 我這個人寫東西的方法的是 我喜歡一邊散步一邊蒐集靈感 你知道或者是我喜歡在那種 一個沒有人認識我沒有人在乎我的地方寫東西啊 然後在辦公室這種地方你知道 我媽看了旁邊 而且我現在新工作這樣幾乎有七成的人都是 七成員工是女生你知道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 我這個有個很大的罩門就是 我這個人對年輕的女孩子其實是 蠻沒有辦法的你知道 我其實真的搞不太懂年輕那種 小妹妹心裡在想 那些什麼 分領族啊 二三二四二五到那種 三十歲之間的那種 那種女孩子 是OL 我的媽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那天去那個 經過那什麼茶水間吧 我聽到那些小妹妹在那邊討論 說什麼 新買什麼衣服你知道 跟她說什麼新買鞋子好好看 居然也買什麼小 或是什麼7-11最近有新出一個巧克力 我們等一下去買來吃 我就想幹 我之前跟朋友 我之前在博那邊茶水間 我們在講老二的笑話你知道嗎 不然就在講一些什麼 不然就講什麼死肥宅的笑話你知道嗎 現在突然變得這麼 這麼有粉紅泡泡的茶水間 真的是他媽的真的是有點不習慣啊幹 而且我現在工作是 畢竟還是一樣是做寫企劃寫編劇嘛 以前就是影片企劃什麼的 所以我其實上半時候其實必須要看很多 那種有了沒了無微微的那種影片 你知道嗎 但是最靠背的是我旁邊做那種什麼行銷啊 跟那個什麼客服的那種 就是那種客服行政的人 你知道他們都在接一些什麼客訴電話 不然就是在寫那個 那個什麼 那種給那些其他的那個客戶的那種行銷方案 你知道嗎 就講得很認真 你知道欸你好那個 陳先生你好 我們這個project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那個那個 我們這個提案是這樣寫的 你看這樣可以嗎 這樣就符合你們公司期待嗎 什麼的 然後我在旁邊看什麼 我在旁邊看老天鵝娛樂 卡提諾狂新聞 跟眼球中央還有我們的那個博恩夜秀 你知道 真的覺得我在罵的好 人家就覺得我很雞掰的 幹的 那邊看那些有了沒了影片 然後 他在那邊聽客戶罵 那邊罵髒話什麼小的 然後我在那邊笑的呵呵笑這樣子 真的覺得有點罪惡感你知道嗎 媽的 所以我必須要 我下禮拜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知道 也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但是 就我之前的經驗啊 我以前也是做過這種 類似客服的工作 你知道 就是接客戶電話那種 安撫客戶工作 媽我跟妳講 這工作真的超賽的 如果旁邊還有人 一直在那邊看一些 智障影片 然後笑呵呵笑的話 我真的上班會超級不爽 你知道嗎 下禮拜跟老闆講一下 他媽有什麼變通方法 不然的話我他媽的 必須要想其他方法 你知道嗎 不過呢 除此之外呢 其實上班還是蠻不錯的 蠻悠哉的你知道嗎 當個編劇這個 當個企劃編劇 好處就是 你他媽可以看一堆影片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不太 不太需要屌其他人 我可以他媽的很自閉的 寫我自己該做的事 然後 可能收集一些笑話什麼的 不然就寫我這個 Podcast要講的咚咚 你知道嗎 你想說什麼 我講什麼老天鵝娛樂殺小的東西 這是個不錯的東西 對阿 看到他們就仿佛看到以前的我自己 還在那個 那個小小的那個辦公室隔間裡面 辛勤工作的那個樣子 你覺得 唉 不過說實在我自己 現在也是坐在辦公室隔間裡面 我他媽有什麼資格在那邊講 講那些有的沒的 不過呢 目前呢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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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這個東西好像就是這樣子 等 嘖 不如講點其他的有的沒的 就是做個update 對阿 因為有 有一位那個 我的那個忠實的那個 忠實的粉絲在Facebook上問我說 我的那個新工作狀態怎麼樣 我想說我好像有這個義務 必須給他 回答一下 因為這位粉絲也有推薦我那個 因為上禮拜不是講那個嗎 根面殺小 媽你們這些死沒良心了 我不知道你們這些年輕世代 到底怎麼樣 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位粉絲 他的年紀稍微年長 我幾幾歲 就是很有那種長輩的關懷 你知道他推薦我好幾家 什麼杜托魚羹的啊 什麼的叫我去吃啊 說在新衣服上很好吃 你知道嗎 這就是 這是上一輩人的溫暖 你知道我們這一輩年輕的媽 有過冷漠 整天在那邊滑手機對不對 懶得屌你啊 幹 以前就是媽 老早吃肉杯 什麼小的 我不知道他們打招呼怎麼樣 老早吃肉杯 啊你們家的那個 最近說的啊 那什麼小的 我不會就不會 就是好像那種南部人 會打招呼這種感覺 你知道 老一輩好像比較有溫暖 你知道嗎 不過呢 對啦 反正 有機會再去吃吃看 那個杜托魚羹 大家有好吃的一排都推薦給我好不好 我其實真的是 無聊是好 我真的會想去找些有沒吃的 你知道像我最近上班這樣 又在那個大稻埕附近 我之前 上一份工作也在大稻埕附近 我這份工作也在大稻埕附近 我這份工作也在大稻埕 大稻埕 所以我真的是 真的是可以 好好吃片他媽的大稻埕美食 你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大稻埕其實超多 外來觀光客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中午在那邊買咖啡的時候 就會有那些 日本的那個什麼 日本女生 我不知道日本女生超喜歡來大稻埕 而且他們是成群結隊 你知道兩三個兩三個那樣子 我記得我之前也有被日本女生問過路 你知道嗎 當下真的是 有點不知所措 你知道嗎 就是有點神昏顛倒 日本女生真的是不得不講 他們身上的那個 味道真的他媽的香啊 他們是 不知道是怎樣 他們是 香水噴很多還是怎麼樣 就是 每個女生都香香的你知道嗎 日本來的香香公主 在路上跑來跑去 那個大稻埕整個 整個街道都是香的 你知道 都是那個日本的那個香水味道 你知道 我覺得那個 那個大稻埕真的是 蠻不錯的你知道 我在逛他小 這個我 有點猥瑣這個話題 對啊 呃 他講什麼東西啊今天 這禮拜好像沒什麼 真的不知道他講什麼 真的是回歸上班日 真的是沒有那麼自由自在 那你覺得人生那時候屋主 幹 這媽媽不爽 就是不管怎麼樣上班還是 就是 可能習慣就好啦 但是畢竟你媽的自由兩個月 帶回去上班就覺得 幹 他媽被囚禁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為賺取這個微薄的 一個月一天幾千塊的薪水 你知道嗎 真的是 幹 何時可以逃脫這個 而且其實我又是做這種 財經相關 你知道我看很多人 就是 就我講實在話了 我那媽的 我其實很久沒碰股票的東西了 因為我現在 又要回去研究股票的東西 我現在回去看覺得 幹媽股票的東西其實還是差不多 就跟四五年前一樣 就是 還是那一套東西在玩 你知道嗎 就好像什麼財富自由啊 殺小的 或是什麼 賺大錢啊 什麼的 好像那些東西都很重要一樣 你知道 讓我錯一口 這個 美路套牛奶 受不了 幹 美路套牛奶這他媽讚 我跟妳講啦 我覺得牛奶 最終還是要套美路才好喝 你知道 我覺得套阿華天 就有點怪 阿華天我知道很多人喜歡 但是我覺得阿華天有個味道 你知道 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 就是有一股 有點像藥味的東西 我覺得他的那個 有個味道比較強烈 你知道 美路感覺就比較清淡一點 然後套牛奶就覺得 幹很好喝啊 就跟那什麼 人家什麼 沙沙套阿比 就是檳榔攤不是會賣那個什麼奶的 那個莎莎亞 然後套那個阿比嘛 對不對 阿比是什麼 威斯比啊 威斯比 那種藥酒的東西 媽媽我在家裡就是喝那個 美路套牛奶 這是我的那個 冬天最愛喝的這個東東 那話說回來 話說回來 要講什麼 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件 我今天吃薑母藥的時候 想到一件事情 我其實小時候 就是冬天大家都會吃薑母鴨跟那個 羊肉爐 對不對 那 我發現 我小時候其實很討厭吃薑母鴨 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其實比較喜歡吃羊肉爐 但是我其實 之前也說不上來為什麼我討厭吃 薑母鴨 那後來有一天我才發現 喔原來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那個薑母鴨 那種招牌 跟羊肉的招牌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羊肉的招牌通常都只會寫羊肉爐 對不對 就是什麼 就是他都是寫字 他不會有什麼奇怪的圖案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 薑母鴨很多那種 那個鴨子的圖案你知道嗎 或者是 一些有的沒的那個 好像都會有一隻鴨在上面 那是什麼 霸味薑母鴨 不然就是什麼 那個什麼 加味薑母鴨 黑麵薑母鴨什麼 然後我常看到那些薑母鴨牌 上面會有一隻鴨 一隻鴨子 就是擬人化的鴨子 然後比一個很大的讚 你知道嗎 還比一個炒 還比一個讚 然後面說八位薑母鴨 然後旁邊一堆燈籠什麼 你知道 我小時候看到那個鴨子 我真的覺得 幹那個鴨子這他媽長得有夠醜的 你知道嗎 而且我不知道他們是連鎖店還是怎樣的 他每一個薑母鴨店 都會有一個那個比讚的鴨子 然後我看到鴨子 幹這個鴨子 長那麼醜 薑母鴨這東西他媽一定肯定很難吃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 非常莫名其妙的先入為主的觀念 你知道 就是 他媽連美工圖案都做不好 那個 那個 你的鴨子 你卡通 你招牌上面那個用化的鴨子都這麼難吃了 你他媽煮出來鴨子能有多好吃啊 我才不信 所以我大概到了 大 大學吧 才開始真的吃薑母鴨 你知道 然後我吃了 還發現幹 原來薑母鴨這麼好吃 原來那個圖案跟那個味道是沒有什麼關聯的 對 所以我大概是從大學開始才開始密集了 冬天開始吃薑母鴨 我其實不太吃羊肉乳 因為羊肉好像比較燥熱 你知道 而且羊肉 因為羊肉比較貴 羊肉乳好像不知道為什麼比較貴 而且羊肉乳 的那個店面好像比較少 薑母鴨其實整個台北市超多間的 你知道幾乎每個捷運站 附近好像都有薑母鴨店 你知道嗎 而且 薑母鴨店每次冬天的時候都 那個人喔 有些還要排隊 你知道我之前在東湖那裡 我之前住在靠近東湖那一帶 那邊有個那個名泉隧道口 出去的家那個 薑母鴨店 媽的幹 冬天到了他排到爆炸 你知道嗎 那個人 吃隻狗屁鴨子 人要排到馬路上去 然後再繞一圈回來 我想說幹 你是在排什麼下午茶 還是什麼甜點店嗎 媽的 全部人在吃那個薑母鴨 然後那些辣妹 你知道嗎 穿了短短少少 冬天冷藥室 那邊排隊吃薑母鴨 想說幹 這附近也沒有夜店啊 幹 怎麼會有一群人 莫名其他跑來吃薑母鴨 台北市只剩下這家薑母鴨嗎 幹 害我自己想吃薑母鴨 都沒辦法去吃 那是離我家最近的薑母鴨店 你知道嗎 幹 然後每天都一堆 媽不懂怎麼是薑母鴨的狗屁年輕人 在那邊排然後穿著那個熱褲 搂著那個辣麵 在那邊排那個薑母鴨 我想說幹 我他媽天際人想要吃個薑母鴨也不行 幹 對啊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的薑母鴨小日記啊 對啊 我想一下最近還發生什麼事啊 我昨天有去 昨天禮拜六嗎 昨天跟我室友去爬那個什麼 曹陵古道 你知道 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 好像現在上班 上班的人就要找一些休閒事 你知道什麼 什麼work-life balance 你知道什麼狗屁 因為我工作 我其實上班其實 相對來講也算是比較清閒的工作 也不是什麼勞力的工作 然後想說那我放假 天氣很好 我就出去 出去晃晃你知道 我們就走那個什麼草陵古道 就是 搭火車到那什麼福隆 然後從福隆開始 還有那種接駁車 那種小車子 也不是小車公車 基隆客運 然後會佔你到那個 草陵古道 那個山腳下 然後就可以從那邊開始走 然後一路走過去 可以一路從福隆走到宜蘭的另外一邊 因為福隆在新北市 他就是一路從新北市 可以讓你穿過一座山脈 大概也不長 大概八九公里而已 然後就到那個 宜蘭的那個什麼 大理漁港那一帶 就是也算是宜蘭 靠近羅東嗎還是哪裡 我不知道 嗯 對 然後 幹我我上面人 上面鄰居他媽有夠草的 幹 那邊病病蹦蹦的 幹你老 啊很好 就是住在這種 小隔間房子的套房 悲哀啊你知道嗎 幹真的有夠草 在打炮是不是啊 幹你老 好然後 但是我沒想說草陵古道 我想說放假去那種草陵古道走一走 就是散散心你知道嗎 想說應該是蠻悠哉的 而且這種地方感覺應該也不會有什麼人 你知道 古道誰 他媽台北人每次會去走古道嗎 對不對 不太可能吧 就是他媽我從一下 那個接駁車開始 我他媽一路 跟著一堆老人家的屁股往上走 你知道嗎 走到山頂 媽那個人潮真的是多到爆炸 你知道嗎 我他媽我以為 我是在山上吸取芬多金 你知道嗎 那個空氣的那個 清新的空氣沒有他媽的 我都在跟在老人家後面 聞他們的屁股你知道嗎 幹 真的是 那個人真的是 多到一個扯的 而且我還聽到我好想還遇到什麼 我我同事遇到他的那個上班的同事 然後我 那邊走 聽到有人是從那個什麼 後山皮來的 幹 我就住永春 然後他在講後山皮的那個 街道小巷 還有什麼吃的東西 什麼東西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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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桑 我想說幹那媽的 是怎樣 你也是台北人跑過來這裡 是不是 我想說我可以遇到一些原住民啊 或一些山包朋友們 我可以跟他們打個招呼啊 然後會跟我講什麼 我剛剛在那邊看到一隻山豬什麼的 就是他列了一隻山豬 叫我住一隻 我以為我會看到一些風土民情 就是一些 很原始風貌的東西幹沒有 看到一堆台北人走來走去 你知道還有那種網美你知道 他爬山幹 他給我穿露肚裝爬山 他穿無袖的 露肚裝 大概兩三個妹妹吧 那邊爬山 你知道 幹你們智障嗎 爬山你給我穿露肚裝 給我無袖的衣服 就是穿一個小背心在爬山而已啊 幹 然後那天氣又冷得要死 我想說他媽的 那小孩子真的是 瘋了是不是 他是要幹嘛 他拍限制動態嗎 還是他年紀不像 他是要拍什麼 抖音嗎 媽的幹 這是 這是 他不用拍 我看到他有在抖 我已經把他抖了 你知道 我覺得幹的嗎 太狂了吧 瘋狂了吧 你知道這些小孩子 然後扛著一隻腳架 女生扛著一隻 超大根的腳架 那邊走 你知道 不知道他穿他小 不過說是在那個 古道爬到山頂上 還是蠻漂亮的 那個有個盲草吧 盲草祭 你知道 不過 那個 我不知道 其實盲草是個蠻妙的 因為他整片的盲草 你知道 然後一堆人那邊拍照 大家覺得很漂亮 因為白白的盲草 但我每次那邊看的時候 都在想幹 奇怪 盲草這個東西不是 不是 就是 他不是應該是 長在什麼 墳墓堆上的東西嗎 就是 他不是一種 一種死人的草嗎 是不是 就是好像 之前不是有聽過 有什麼詩句 什麼講 什麼 什麼祖墳前 盲草亂 什麼的 就是雜草重生什麼的 然後長草 就是盲草啊 幹 因為那種鬼地方只有 只有盲草長的出來 就在那個 就現在 盲草以前是死人的東西 現在變成網美拍照打卡 那個 的一種草 你知道嗎 也是讓我感到非常的 非常的妙啊 對啊 我就不知道我在光他笑 不過還是推薦大家 有機會可以去 那個草林古道 我其實 放假的時候出去走一走的 媽的也蠻不錯的 你知道 下次應該走其他古道 或者是 找一些事情做 媽的 不是每次都台北市走來走去嗎 對不對 走來走去走也會膩啊 幹 媽的 每次都吃什麼 魷魚跟涼麵對不對 咖哩飯 可是要去山上看一些 看一些 看一些 看一些年輕的妹妹 穿露度裝跟盲草拍照啊 對不對 對啊 幹 好像也沒什麼事情要講 這一拜 對啊 唉 那我們就再聽一下這首歌吧 對啊 幹 真的是上班之後會讓人覺得 有點誤足 幹 我必須要解決這件事情 像我這麼開朗活潑的人 不能被這種現實的 苦 慘 情況打敗 而且目前看起來 而且 就我所知啊 我我寫的東西好像 對他們來講是 蠻屌的你知道 我發現我好像是蠻厲害的 你知道他看就覺得幹 寫的真好 你知道 我很久沒被人家稱讚了 你知道我發現 原來我真的有寫作才能 幹 我寫的東西一次就過了 我很少寫東西 他媽一次可以過的 你知道 我之前呢 寫的劇本他媽 打槍打到爆炸 這一次過 真的是那種輕飄飄的感覺 蛤 這樣程度就過了嗎 就這樣 這樣就不用修改嗎 真的還假的 對啊 不過呢 反正就這樣 敢 希望可以媽的 我真的想 真的他媽整想 我其實跟大家講 我最想要做的是什麼 我想他媽躺在家裡 然後 躺在床上 我想躺在後面寫劇本 你知道 這是我最人生的終極目標 我想要躺在床上 然後在那邊 然後一邊聽 Lo-Fi音樂那邊寫劇本 然後順便錄個Podcast 一邊錄Podcast 一邊寫劇本 這是我人生的終極目標 你知道 然後沒有什麼胸懷 胸懷大志什麼的 我只想要 憂憂懶懶 然後打打字 靠我的那個 媽智障的那些 歧視異想 我那個天才一般的喜劇腦子 賺錢 這是我終極目標 所以媽 我要辦公室做 是讓我真的覺得 有點誤準 好像我他媽人生 走回頭路一樣 下禮拜必須去解決這個問題 在咖啡廳上班 都比在辦公室上班爽 你知道嗎 他媽的 好 我們繼續把這首歌也聽完 這首歌是 叫什麼 這首歌的那個 創作者是一位叫做 Justin Der Justin 然後空格 D-E-R 然後歌名是Violet 紫羅蘭喔 Violet Violet 你不就好會講英文 Violet 真會講 好那我們就在這首歌 的情境之中 替我們的這個 結束這一集阿阿秋 等一下 幹這個名字我真的背不起來 台北羅漢角散步小吃喜劇閒聊 一四流電台 就這樣阿各位 拜拜 再很快 IG IG 按摩 按摩 才由 家